他们都有菲律宾血统 肤色和普遍香港人没有分别 而他呢? 为了扮飞容 竟然将皮肤油到深啡色 不止夸张到深色那些非裔演员 还踩到种族歧视的禁忌 TVB一方面说 没有意图不尊重或者歧视任何国籍 向可能受影响的人致歉 和将涉及的杂数落架 但另一方面 就说套剧是以创意为基础 还大赞演员专业 演技征扎 成功刻画出飞容这个角色 哇! 有创意到直接贩卖种族歧视禁忌 结果辣兴菲律宾总领事 随时引爆外交风波 这个节目完全无知 麻木不仁 完全令人作呕 敢做是强化观众对宾会的黑板印象 而帮手强化这个黑板印象的 还有些香港传媒 戏中游黑全身 现实中是美女一名 哦! 什么菲蓉就不是美女来的吗? 可能写那个 都不经意受到黑板印象影响 原来TVB多年之前 已经找过江恩宴 在欢乐今宵游黑块面扮飞容 还成为很多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虽然找真的飞容接作 拍剧拍节目是犯法的 但是香港也还有不少年轻的飞裔女演员 为什么要找人游黑块面扮飞容呢? 我不觉得是恰当 令人震惊 对啊! 王秋生主演那套电影《伦乐人》 就真的找了一个住在香港的飞裔女演员 来演工人姐姐 演员最后还拿到金像奖 香港有很多才华还溺的菲律宾人 而看那套剧的人 就是不明白这样游黑块面 本来就是错 也不应该赞她做得好 为什么游黑块面去演戏 现在会变成种族歧视禁忌呢? 就要从1830年代的美国说起 当时奴隶制还未废除 而做表演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 所以当她要识演黑人那时 就会游黑块面和穿到难身难细 又很夸张地模仿黑人口音 甚至花上个抹眼腸嘴 再跳个傻瓜舞 搞得整个马戏团小丑 去嘲笑和诋毁被奴役的非洲人 那些表演还会将黑人描写成懒惰 无知迷信耐虐 性欲强和会犯法的黑板印象 来到取悦白人 令到白人看完之后 感觉良好些 回去奴役黑人那时 没有那么有罪恶感 甚至有优越感 所以这类表演 当时卖到整行整市 1865年 美国南北内战结束 虽然奴隶制也同步废除 但因为黑人就是蠢 这个错误的黑板印象 已经深深植入白人的意识形态 当时如果黑人演员 不是饰演蠢人的话 白人就不想给钱来看表演影响票房 所以这种蛙虎黑人的不良风气 仍然持续 甚至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其他领活 有历史学家还说 有些黑人演员 为了保住珍贵的演出机会 宁愿自己都游黑发面 但即使是这样 都只可以饰演那些搞笑丑角 工人 和保母这些下把位 那种屈辱 可想而知 直到1950年代的黑人平权运动 美国社会才开始有共识 不可以再这样贬低黑人 于是立法 减少这一类演出 所以到了今时今日 再有人由黑发面来演戏的话 就等同勾起黑人 给白人长年奴役的悲惨过去 和在黑人的伤口耍炎没有分别 因为这样做 不单只是纯粹的戏剧打扮 还象征着种族仇恨和隔离 除了包含白人对权力的控制 也都承载着黑人痛苦的血泪史 虽然现在在西方社会 都还有零星个案踩到这个禁忌 但往往都搞到要道歉收场 甚至要撤回决定 才可以平息风波 就算在亚洲 都有过类似争议 就像这两个由日本Sanreal出的公仔 1980年代开始兴起 但因为令人联想到Blackface 激怒了全球很多人 起初Sanreal 都还想死撑 后来都要停产 和将产品回收 出事的还有Pokemon 这只叫红唇蛙的宠物小精灵 最初的样子是这样的 但因为都令人觉得是Blackface 所以游戏和动画 就改为现在这个样子 变了紫色 那白人演员 又有没有试过化黄面装 来到演亚裔人呢? 当然有了 戴上副假牙来扮日本人 都有 不过西方社会 已经很小心和警觉 近年几乎再没有这类例子了 你可能会说 我自小成长环境 告诉我 游黑块面 扮深色人种 是可以接受的 就算只是小孩 这样扮下深色人种 都没所谓 少年 你太年轻了 2018年 美国NBC电视台 一个女主持 正正在她节目上 这样说 拉庆了很多人 结果不单止要道歉 就连她整个节目 都被人咳嗽 所以 无知 并不是借口 正正是因为 因为无知 不是更加要学到知为止吗? 好像这个15岁俄罗斯赛车手 拿到冠军 站在颁奖台上 但怀疑 贪得意 做了个疑似 纳水手势 之后还大笑 结果不单止被车队终止合约 还要面临大会调查 说到尾 无论 无论是纳水手势 还是油黑块面 扮认深色人种 这些反人类的惨痛象征 忌毁就是忌毁 就算事后哭了 道歉 始终都冒犯到人 不可以就这样一句阻交 就可以轻视这些问题 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你有怎么看Blackface这种忌毁呢? 欢迎留言、like和share 还有订阅我们 下条片再见